哈囉大家好 我是RICO 歡迎回來我們的食材圖鑑系列 今天的食材圖鑑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我們一起團購的這個曼德拉草可樂 首先我們先來開箱給大家看 現在我們馬上來拆開這個曼德拉草可樂 我其實已經期待非常的久 在運送的過程中其實有破掉一罐 所以我有先聞到它的味道 但是我從來沒有嚐過 現在我們就把它開啟 然後來嚐一口看看 就是這個味道 聞起來就像可樂一樣 有買的大家與此同時 應該也在聞著這個相同的味道 這邊我先沾一點味道試吃看看 酸酸的 然後有點 辛香料的味道 然後又有一點草本的味道 還不錯 我大概知道可以用這個可樂 來延伸出什麼樣的料理 我原本想說把這個可樂 融入在食材圖鑑的其中一道料理就好 但是我覺得這個可樂實在太特別了 我決定直接把它拉出來做食材圖鑑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來進行我們的料理環境 第一道我想說來做個拉麵 拉麵的話一定缺少不了我們這個叉燒 叉燒的話我想說可樂 喝起來這個味道比較清爽一點 那我們就用雞來做個叉燒 不然原本的設定 其實我是想說可以用這個豬肉來做叉燒 我們今天選用的肉是這個去骨的雞腿肉 首先看到這些肥油可以先把它切下來 這個比較影響口感一點 但切下來其實不用丟掉 我們把它留起來等一下做一些配料 稍微修一下之後我們就直接捲起來 然後用棉繩把它固定住 一般來說棉繩這樣隨意的纏繞上去就可以 但是我覺得要做出漂亮一點 我們還是講究一些比較好 這樣一捲叉燒我們就已經捲好了 接下來就只要把其他捲上就可以 其他我想試試看捲兩捲 這樣就綁好兩個一捲了 接下來我再包個兩個一捲還有一個一捲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來煮叉燒 那我們就包好之後再見啦 這樣一來呢 我們這個叉燒就已經綁好了 叉燒這兩塊比較長的 我是順紋包的 那這個是逆紋包的 我想說試試看口感哪一個比較好 接著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丟進滾水裡面煮 這個狀態呢 我們先給它煮個20分鐘 那我們就20分鐘之後再見啦 現在已經經過了20分鐘 接著呢 我們要加入醬油、味醂還有清酒 比例的話可以調成2比2比1 這個狀態呢 我們繼續給它再煮個20分鐘就可以 我們的叉燒呢 現在已經煮好啦 然後我已經先放了一段時間 接著呢 我們就把它轉移到這個夾鏈袋裡面 然後拿去冷藏 為了配合可樂這個清爽的口味呢 我也在裡面加入一些這個檸檬片 畢竟這個可樂的原材料裡面 其實是含有這個檸檬的 我們很久之前在這個動漫料理 有做過那個 新實際裡面的可樂 其實曼德拉草裡面可樂的配料啊 跟我上次那個做可樂的內容物 有些是蠻相似 然後呢 剛剛這個滷汁呢 也要再加進去一些 剛好可以沒過我們的食材就可以 最後呢 我們再加入一些這個可樂原汁進去 畢竟這種香料的東西啊 最後加進去 它的香氣才不會揮發 加入這樣一點點就好 畢竟這個是濃縮液 不需要太多 不過認真說 我覺得應該不會違和 畢竟有人滷肉都拿可樂來滷了嘛 這個做叉燒拿這個可樂原汁 應該也是蠻合理的吧 OK 那我們接著就把它醃漬一整晚就可以了 接著呢 我們來做個溏心蛋 我記得上次有人問我 這個溏心蛋要怎麼煮 溏心蛋啊 就是在水滾的時候 把這個冰箱裡面的蛋拿出來 然後放下去 開始計時6分20秒 多一秒少一秒都不行 要非常的這個精準 然後呢 還要再準備一盆冰水 等一下呢 煮好之後直接放進去 這個時間一到呢 我們馬上把它撈進這個冷水裡面冷卻 等待它冷卻完之後啊 我們就可以直接剝殼 然後就可以放進你喜歡的醃料 做什麼口味都可以 今天呢 我應該醃個柴魚昆布風味 然後溏心蛋啊 跟這個叉燒 都要醃漬一整天的時間 所以我們24小時之後呢 再見囉 接著呢 來製作一些這個拉麵的配菜 拉麵的配菜啊 我想到就是那種酸酸脆脆的口味 所以呢 我們加入一點這個曼德拉草的可樂 為了讓拉麵還有配菜的味道啊 整體更融洽 所以我再加入一些醬油 味醂也要來一些 接著呢 我們就先把它煮滾 煮滾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關火 然後加入這個氣泡水 當然氣泡水呢 也可以用這個雪碧去替代 嚐嚐看它的風味 非常特別 感覺缺少一些酸味 再來呢 加入這個剛剛採集到的曼德拉頭 我們放下去給它醃漬 這樣的狀態啊 我們整整給它醃漬上一天就可以了 等一下在醃的時候啊 我會再加一點白醋進去 因為我比較喜歡吃酸 我們就把它直接轉移到這個夾鏈袋裡面 醋的部分啊 我加的是白醋 因為這個白醋的風味啊 比較純粹一點 然後呢 可以再加入一些糖心籽進去調味 再來一些拍過的蒜片呢 放進去 陪它做拌 最後呢 來上一點點的芝麻油 再來呢 我們就給它冷藏 等待24小時 我們的叉燒呢 已經醃漬好了 但是小條的呢 不小心肚子太餓 把它吃了 下一個步驟呢 我們稍微炙燒一下 讓它這個風味呢 更加的豐富 現在呢 差不多炙燒完成了 我們呢 就直接把它切片就可以 再來呢 就已經切好了 先來試試看看 順紋跟逆紋的差別 這個呢 是順紋的 果然還是有差別 這個逆紋的啊 吃起來比較軟嫩一點 那這個順紋的呢 我們就先淘汰 拿去做其他料理 接著呢 我們來調一下這個拉麵的湯底 首先呢 這個碗裡面呢 加的是這個味霸 然後再來一點點的醬油 辣油可以來一些些 鹽巴一小撮 糖心籽也一小撮 芝麻油呢 來上一些 還有我們最重要的 曼德拉可樂 這些材料呢 我們先把它攪拌攪拌 看起來相當的牙白呢 再來呢 加入一些熱水 觸碰到這個指尖就可以了 這個手指頭呢 就是這個美味的要素 加入了這個老闆手指頭 插入在湯碗裡面 這一碗拉麵呢 必定是美味 再來我們就可以把 剩下的配料全部加進去 下一道呢 來做個這個曼德拉炒飯 在鍋中呢 先加入這個 雞皮炸出來的油 再來呢 打個兩顆雞蛋 直接加入鍋中 我們的白飯呢 也給它加進去 然後就可以稍微翻炒一下 這時候呢 我們加入叉燒 就是剛剛切下來的叉燒 炒到這個蓬鬆乾爽之後啊 在這個鍋邊加入一圈這個 叉燒汁 然後呢 再加上一些曼德拉可樂 然後呢 再加入一些綠葉 最後我們關火 加入這個青蔥 一些鹽巴 黑胡椒粉 然後我們把它拌勻就可以了 最後一道呢 我準備了這個雞肉 想說來炸個糖羊雞好了 我們直接把這個雞胸肉切塊就可以 我喜歡吃大塊一點的糖羊雞 接著呢 我們直接倒入這個可樂去做調味 我們抓醃一下 我們抓醃一下讓它醃製個30分鐘 讓這個可樂味滲透進這個雞肉裡面 然後等一下呢 我會裹上現成調味過的糖羊粉 這樣一來呢 就不需要其他過多的調味 下個步驟呢 我們把這個醃製好的雞肉啊 放進這個現成的粉漿裡面 這次用的糖羊雞粉是這個日清糖羊雞粉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家嘗試的話 也可以去買這個牌子 接著我們等油熱了之後啊 就可以把這個雞肉投進去 炸到這樣金黃酥脆呢 我們就可以撈出 終於呢 到了這個最期待的試吃環節了 這三道呢 究竟要先吃哪一道 我個人非常的猶豫 不過呢 就這三道來看啊 這個麵啊 會最先泡爛 所以我就選擇這個拉麵先吃好了 這個拉麵呢 看起來相當的豐盛 這一碗啊 從湯頭到叉燒 還有這個配菜 都是由這個曼德拉炒可樂去製作 いただきます 嗯? 糖心蛋捏破給大家看好了 最後一口呢 來上一口這個爽脆的曼德拉炒 這個拉麵啊 如果以美味程度來講的話 我大概只會給它6分左右 但是如果我今天進到一家主題餐廳啊 我吃到這個拉麵 我大概會給它8.5到9分的分數 雖然它美味程度啊 沒有一般的拉麵好吃 但是呢 吃起來又相當的這個有趣 它的湯頭啊 喝起來就是有點甜甜的可樂味 但是整體來說 就是那個湯頭有點太偏甜了一點 不過至於叉燒啊 還有那些配菜 我覺得吃起來都相當的好吃 那我們接著呢 就直接來進行我們下一道 下一道呢 我就來吃這個曼德拉炒飯 曼德拉炒飯的造型呢 也是相當的可愛 我們這個每一顆曼德拉炒呢 都長得不太一樣 應該怎麼說呢 整體而言它吃起來就是炒飯的味道 但是跟剛剛一樣多出了可樂的香氣 雖然我覺得這個可樂啊 搭上炒飯 雖然不會到特別的不搭 但是由於這個可樂糖漿呢 實在是太濃縮了 所以吃起來呢 就幫這個炒飯整體扣掉相當多的分數 這一碗炒飯呢 我可能只會給它4.5分的分數 但如果以可樂的香氣搭配上炒飯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 還是蠻值得嘗試的啊 但如果自己想在家做的話呢 就直接去買現成的可口可樂 或是減糖的可口可樂 這炒起來呢 味道應該會比較好 最後呢 我要吃的就是這個曼德拉雞 長一些檸檬 我個人覺得啊 這種炸雞類的 應該跟那種叉燒類似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分數應該不會太低 嗯 滿分十分的話呢 我會給它9分的分數 因為日清的唐陽雞粉啊 它本身那個鹹味是滿夠的 然後搭配上它那個可樂本身的甜味啊 吃起來就不會那種鹹甜鹹甜的奇怪感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可樂它醃漬過的關係 它的雞肉啊 吃起來特別的柔軟 然後在咀嚼的過程中 可以吃到那種可樂的清香 這個清爽又解膩 然後又可以吃到炸雞的美味 吃到最後啊 我感覺呢 有一點點的口渴 我們現在呢 就馬上用這個可樂來調個飲料好了 我們先在這個杯子裡面 加入一些冰塊 再來呢 加入這個可樂的原汁 再來呢 來上一點勤酒 最後呢 官方說可以加入這個鮮奶一起進去 但是那個清酒呢 是我自己特別加入的 我們現在呢 蓋上蓋子 喔 這個顏色 看起來有點像芝麻牛奶 這一杯呢 就是我完成的特調 與此同時呢 請有購買可樂的大家一起來舉杯 那我就先來上一大口啦 喔 好喝耶 這味道喝起來不知道怎麼形容耶 有一種草本鮮奶的感覺嘛 滿分十分的話會給它 大概7.5到8分的分數吧 而且這可樂濃縮液啊 裡面吃得到一些薑的渣渣耶 不錯 這個我等一下會想再調一杯 好啦 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非常感謝呢 這次有一起購買可樂的大家 這次購買啊 算是歷經了千辛萬苦 這個可樂啊 飄洋過海來到台灣 確實花了不少時間 但是呢 我個人覺得非常的值得 下次呢 我們依然會團購這種酷酷的商品 那也請大家呢 不要忘記上車啦 我們會不定時的呢 在某部影片裡面 置入這些酷酷商品的環節 所以呢 請大家要上車的話呢 一定不要錯過任何一支影片 那如果對我的個人生活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還有Flaid 那我們就下週五再見囉 掰掰 我們可樂上面的蠟剝下來之後啊 想要把它黏回去 其實是可以的 我們先準備個容器 把剝下來的蠟放在裡面 然後我們放在火爐上讓它融化 接著呢 我們就開火 然後不用完全貼在爐子上 隔著一點距離加熱就可以 然後用餘溫把它完全融化 再來呢 我們這個瓶身清洗乾淨之後啊 我裡面放的是這個75%的酒精 這樣呢 可以防止裡面液體腐壞 如果加高濃度酒精的話 但記得加熱的時候啊 一定要遠離這個火源 不然這個相當的危險 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這個蠟倒上去 讓它自己順著這個瓶蓋流下去就可以 哇 我剛剛應該沿著同一個方向會比較漂亮 不過沒關係 我們這邊呢 剛好還有火七張 直接把它蓋上去 這樣一來我們就2度瓮蠟完成囉 然後如果加熱怕於煙霧產生的話 也可以直接隔水加熱 但要記得這個水不能噴到這個蠟裡面 差不多就是這樣啦 大家學飛了嗎 好冷水 接著滿足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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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